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2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Jennifer 美国大选最终结果至今未定 川普总统20日最新表示 他的团队越来越接近于 在关键战场中成功挑战大选结果 据国会山报道 根据联邦法律 1月6日共和党议员在国会挑战选取人票 能帮助川普击败拜登 川普20日在接受WABC电台采访时说 我们越来越接近了 我希望媒体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实际上非常接近了 川普特别强调 假新闻不会告诉你们这一点 他们不想谈论他 他们在试图压制他 我们根本没有新闻自由 新闻受到压制 这是我们国家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情 他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 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但是达到了这种程度 成为一件可怕的事情 这不是新闻自由 我们得将它恢复 因为新闻界如此受到压制 那么不诚实 我甚至不再称其为假新闻了 我称其为腐败新闻 对于川普这番话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团队 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 在川普法律团队的司法途径 并不太顺利的情况下 川普为何始终对赢得大选信息满满 乔治梅森大学政策与政治沙尔学院 副教授麦耶 近日在国会山撰文 详细解释了共和党议员 在国会挑战选举人票之后 拜登很可能面临的败选结果 文章认为 虽然控制性联邦法律 选举技术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但因其从未被充分使用过而形同隐身 但是在今年两院联席会议上 选举技术法将发挥作用 根据选举技术法 当参众两院各有一位议员 挑战某个州的选举人投票结果时 两院将各自为这项挑战辩论两小时 因此许多人分析 即使共和党议员挑战 所有六个摇摆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 整个辩论时间也不过是12个小时 而因为众议院民主党人占多数 参议院又有些不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 这些摇摆州的选举人结果仍会生效 从而宣布拜登获胜 然而 文章在仔细研究了 选举技术法后分析 根据该法律 两院的共和党议员 可以分别挑战每一个州的 每一位选举人的投票 而并非只能挑战 每一个州的整体选举人团投票 除了摇摆州 他们还可以挑战所有其他州 甚至蓝州的选举人投票结果 这样一来 国会辩论时期将被拖延至1月18日 文章指出 如果到1月18日参议院议长 美国副总统彭斯 还没能宣布各州选举人团的 投票结果的话 那么将启动美国历史上 200年未见的临时选举 根据美国宪法第12修正案 在选举人团出现僵局的情况下 众议院将根据一周一票的原则 选出美国总统 而在美国的50个州中 共和党目前控制的州有27个 民主党控制的州只有22个 因此临时选举的最终赢家就是川普 目前已有多位共和党籍的参众议员表态 将在美国国会两院的联席会议上 技术挑战 美国电声巨头Overstock创办人 拜恩20日发推文金报 白宫幕僚长等人试图欺骗川普总统 让他接受存在争议的大选结果 拜恩爆料称 美国总统川普的顾问们 希望川普输掉大选 并且在对他撒谎 拜恩称自己是12月18日 白宫会议的参与者 综合报道 拜恩20日晚间在推特上 秀出了他本人在白宫的自拍照 博恩表示在12月18日 他参与了约四个半小时的白宫会议 并在推特上点名 白宫幕僚长梅多斯 法律顾问西波隆 以及两名律师Eric和Derek 在会议上试图欺骗川普总统 拜恩在推特上写道 川普被自己的顾问骗了 他们告诉工作人员让总统让步 而他们则拖住川普 拜恩这样说道 我可以向你保证 川普总统被他的顾问们伺候得很惨 他们想让他输 而且在骗他 他的周围都是些愚蠢的平庸之辈 拜恩还写道 不需要戒严 这是百分之百可以赢的 西德尼和弗林提出了一个 我估计有50%到75%胜算的途径 但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 只是试图说服他什么都不做 而是接受他 作为一个CEO 看到总统正在经历的 我的心碎了 他是从内部被背叛的 拜恩还透露 总统想继续战斗 反对川普计划的人 则担心媒体会如何看待这种举动 因此这些人想方设法找理由 来告诉总统不能做任何事情 总统需要把这些人全部炒掉 否则他就输了 随后拜恩又发推说 我听说白宫总顾问 Pat Sipno当晚被解雇了 从我18日晚上和他的相处来看 这是川普能做的最聪明的事了 这个诡计多端的小人在担心他的下一份工作 以及他可能会被邀请参加的社交聚会 身为一名拥有亿万财产的企业家 拜恩组织了自己的专家团队 对美国的投票系统进行长期的研究 得出结论是操纵投票系统的行为 可以追溯到中共政权 作为川普总统的重要盟友 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兹 20日在乔治亚州集会上表示 川普团队正在为捍卫宪法而战 任何参与大选违规的人都应该被法办 克鲁兹是当天在参加乔治亚州参议员 凯利·洛夫勒和大卫破度的助选集会上 发表胜出言论的 克鲁兹现场表示 现在是揭露 结束选民欺诈的时候了 现在该对所有参与选民欺诈者采取行动 起诉他们 并将他们送进监狱 在克鲁兹发表上述言论的几天之前 川普总统转推了律师林伍德的帖文 林伍德表示 总统因起诉并关押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 和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珀格 林伍德在推特中写道 川普总统是一位真正的好人 他真的不喜欢看出谁 我敢打赌 他也不喜欢将人们关进监狱 特别是共和党人 总统给了州长布莱恩·坎普 和乔州州务卿每一次机会来纠正错误 但他们都拒绝执行 他们将很快会入狱 12月18日 林伍德再次对乔治亚州州务卿提诉 指控乔州对联邦参议员决选的行政管理 违反了州选举法和美国宪法 目前 乔治亚州参议员凯利·洛夫勒和大卫·破度 将分别面对民主党挑战者 拉菲尔·沃诺克和乔恩·奥索夫 克鲁兹20日也现身乔治亚州 支持两位共和党参议员 乔治亚州的人民相信常识性的保守价值观 乔州人民希望降低税收 减少法规 并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他们不希望看到社会主义来到这个国家 在连遭打压之后 马云创办的蚂蚁集团近日再传 又被下架所有网络存款产品 引发外界持续关注 有知情人士透露 马云试图在北京制裁之下求生 提出将蚂蚁集团部分股权移交给中共政府 马云甚至表态称 只要国家需要 可以拿下蚂蚁的任何一个平台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 早在11月初 中国首富马云就曾试图修复他与北京的关系 他主动提出将蚂蚁集团的部分股权移交给北京当局 报道指出 这个之前没有被报道过的建议 是马云在与中共证券和银保监会官员会面时提出来的 像是马云对当局做出的一份检讨 这次会面发生在11月2日 距离蚂蚁集团原计划上市日期只剩几天时间 不过马云的投降并未能挽救蚂蚁上市 当局最终仍然叫停了蚂蚁集团IPO 本来会是全球最大的上市交易 文章还说 北京当局近年来加强了对私营企业的管控 例如地产大亨王健林的万达集团 被迫出售资产偿还银行贷款 安邦保险集团也被当局接管 其创始人吴小辉被重判18年 同时 在中共近日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 中共总理李克强提出八大任务 其中之一就是反垄断和资本无需扩张问题 有分析指出 李克强等于是不点名地把矛头对准了 马云等国际网络巨头 同时反映出中共没钱了 恐怕要大割一批韭菜 昆明大学金融学者张景认为 以当前中共政治形势的发展情况来看 马云的处境会越来越糟糕 马云想要安稳生活需付出代价 而且不是一般的代价 除非他有更好的奉献 否则他被整肃 他无非也是中共资产的一个白手套 一个带持人 把他的权利及财富收回去 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如果他没有更好的奉献办法 估计落下的是这样一个结局 一旦你不听话了 这个权利就没有了 美国乔治亚州11月联邦参议员改选中 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得票过半 依当地法律 两席参议员都将于下月补选 最新民调显示 两位共和党籍候选人的支持率都领先 且双双在各自选区获得过半的绝对优势 据美媒极限新闻报道 乔治亚州两席联邦参议员补选 将于2021年1月5日进行 目前已有130选民提前投票 根据最新民调统计 两位共和党籍候选人目前稍战上风 目前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 罗夫勒的民调数字为52% 领先民主党籍对手华诺克的46% 在另一个选区 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帕渡的民调为50% 民主党籍对手奥索夫则为48% 民调专家汤马斯分析 共和党的两位候选人民调过半 意味着共和党支持者 已经意识到这场补选的重要性 因此他们回到家乡了 或者改变了原先对这场选举的怀疑态度 开始团结起来了 不过汤马斯也表示 选战是个动态过程 选情还是有可能产生变化 上个月联邦参众两院改选后 民主党在众议院仍维持多数党地位 而在参议院共和民主党党 已经确定的习次为50席对48席 共和党只需再拿下一席 就可在下个月的国会新一届会期 继续掌握参议院 据最新报道 川普1月4日将再次前往乔治亚州 为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助选 据美联市报道 美国国会高级谈判代表20日 就一项近1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经济救助计划达成协议 最终向企业和个人提供了逾719的援助 并为迫切需要发放的疫苗提供了资金 美国之音报道 这项由参议院领导人宣布的协议 将为大多数美国人提供每周300美元的临时性失业补助金 和600美元的直接经济刺激金 同时为遭受重创的企业提供新一轮补贴 并为学校、医疗保健提供者 和面临驱逐的租房者提供资金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21日接受CNBC访问时说 美国民众下周就能领到纾困案中 针对多数人单次发放的600美元现金 姆努钦表示 大家下周一开始就能收到这笔钱 四口之家总共能领到2400美元 这笔急需的钱就在新年假期及时来到 报道称 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巴罗索 周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 透露了协议部分内容 包括拨款3000亿美元救助小企业 个人可得到600美元的补助支票 为失业人员提供每周300美元的联邦失业补助 但也要遵守同样的收入限制 及个人在7.5万美元的收入之后 开始逐步停止支付 其他内容还包括 提供用于疫苗分发和运输 医疗保险 食品援助等数十亿美元 以及250亿美元的租金补助 这将是自今年3月1.8万亿美元的 关爱法案通过以来 美国国会针对这一新冠大流行的再次重大立法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